大家好,我是基督教巴拿巴爱心服务团的贫背副导员,梓君。 不知道大家对大麻有什么看法呢? 有些人又说大麻是毒品,有些人又说大麻不是毒品。 究竟它在香港是合法还是不合法呢? 不如我们今天就去访问一下街坊,跟我走吧! 可以让人产生换过的东西。 学校跟我们说这些是毒品,不可以吃的,会很伤身体。 竟然香港都说禁止了,那就是说毒品是伤害我们的身体。 以我认知香港是毒品,但在其他国家好像不是。 大麻在香港是属于一个方法的东西。 就是吃下去,大麻的身体的副作用都很多。 虽然大麻是有一种用途可以在医疗上做到的。 但是那些副作性呢,如果说食用那些,就不太好,不健康。 看见到也不会特别想接触。 对小朋友不好,吃了那些要拍摄。 是的,是的。 如果可以治疗病的,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会当它都是一个毒品的一种。 大麻这个毒品,我不是那么熟悉。 是的,只知道好像烟那样。 多年听过。 这个东西很多年前都有。 大麻听过。 你觉得是什么? 毒品? 在外国很普通,但是在香港就不合格。 本身都没什么。 很多朋友都有偷偷地煮开的。 但是我自己本身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 我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 我觉得如果我要吃大麻的话,我不一定要吃大麻。 我才有这种感觉。 我认为大麻应该是毒品。 是的。 会令人上瘾那种。 一样都是植物来的。 没有分别的,也不是毒品来的。 其实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是听过学校的讲座, 但是不记得了。 如果吃下去的话, 真的吃的话, 就可能会是, 你会感到神志不清, 不精神, 整个人不知做什么。 我没有吃过, 我不知道。 我听过吃完之后就会很开心。 对身体不同。 记忆受损, 对人体是比较伤的。 我听到大麻可以依法甘信的, 应该不是吧。 損害老部记忆, 然后会上瘾。 应该跟一般毒品是差不多的。 是的。 通常来说, 这些都是吃水会有幻觉。 那可能会令到你做些不应该做的事。 影响了。 那对身体应该是不好的。 多数就是会影响你的脑部。 那你就会很容易思想, 可能是思想慢了, 判断力差了。 影响了。 影响精神训练。 影响头脑, 影响肺。 我觉得大麻其实不是毒品, 只不过是一种帮助别人可以更舒服的毒品。 就是喝完酒之后, 吃了会开心点。 不知道。 就是知道他会吃完之后, 他人会很开心。 精神仿佛。 是的。 我看过精神的宣传片都有写的。 是的。 会令人精神仿佛。 还有上瘾。 还有。 不过我见到那些人如果吃惯, 没得吃的话, 应该会很辛苦。 是的。 我吃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 就觉得没什么负作用。 除了开心, 醒神, 解走之外, 也没什么其他负作用。 有啊, 我有很多朋友都是吃惯, 他们都, 其实都多了。 以前也没有那么多。 现在反而, 我保证不到那些人都是吃惯。 我也觉得他是有喝的, 因为大麻本身是拿来, 有些人病了, 他要治疗身体。 他本身好像感冒药一样, 你有病时才吃的, 但是你如果一直吃, 也是对身体造成很大的威害。 在这个节奏这么快的社会上, 我觉得不应该被这些东西依赖着, 或者吃了而影响到。 一定不好的啦, 但是这个趋势, 好像每个人都觉得很平凡。 不责性合法。 对大麻就是, 可能就知道外国有些地方是合法的, 但是在香港来说, 是一个犯法, 是一个毒品的一种。 嗯, 可能有问题吧, 但我不会吃啦。 当然不好啦, 不然就真的, 周街都有人吃大麻的啦。 我自己就吃了一两年大麻, 但是就好吃过其他毒品, 因为我自己觉得大麻就是毒烟差不多啦, 所以我只吃大麻就不会去选择吃其他毒品啦。 我当然听过啦, 譬如在外国有些地方是说是合法化的, 是啊是啊, 我也是不应该合法的。 其实来说, 大麻来说, 这么多联络都是有的, 未曾试过没有的。 我认为大麻都应该在香港都可以合法化的, 其他国家都已经都是合法化的, 应该在香港都可以的。 大麻呢, 那外国都合法化的啦, 那我觉得香港都应该合法化咯。 我觉得大麻, 其实都ok啊, 它都不算是毒化, 可以吃烟感, 而且, 影响力不是说很大咯。 你一样的毒品, 令它合法, 让它们去追, 最好过你其他那些伤害的, 令到更加多人去受伤害, 特别是年轻人的那些。 我觉得, 如果你将大麻的合法化, 那会好一点咯。 不是, 我自己说过, 我都觉得大麻的影响力真的不行。 当然没有啦, 外国才有的, 香港可能禁止了很久啦。 有啊, 有啊, 很好的。 关于, 讀本楼。 小时候就是人讲啦, 大一点就会从一些书本, 或者说在电视上面, 或者说在一些报纸上面, 知道啦。 我对大麻的认识, 可能大致上都是通过电影, 就是看电影啊, 别人说那些东西。 那么, 认知呢, 都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 所以, 很深层都没有研究过的。 大概都是因为, 他们的情绪, 或者被贫背影响, 我觉得。 我觉得, 可能真的好奇心。 而且, 最主要都是, 如果年轻人来说, 可能真的, 就朋友来说。 因为, 很多人说朋友你又想试, 那他就可能会, 在朋友贫背压力之下, 就试我啦。 如果真的有人邀请的话, 就真是, 呃, 怎么都会say no的, 真的就, 就是, 就是跟他说一说, 你这个始终都是毒品来的, 就是劝你不要碰啦。 呃, 我想会好像其他毒品这样, 放松自己, 就是, 呃, 其实就是, 逃避现实啦。 其实, 有很多人都是, 可能在工作上面, 感情上面, 他生活不开心啊, 那有很多人都会, 用另一种东西去尝试一下, 就是, 不想这些不好的东西咯, 那可以有很多时候, 毒品都是因为这样, 而, 而令到人们会去尝试。 呃, 或者是家人, 或者自己没有钱, 才要拿白钱来麻醉自己。 都困难的, 都说了, 我本身有朋友, 都有一些洞路去接触, 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洞路接触的, 那是啦, 管制方面都应该困难, 我觉得他们都已经上癮了, 就是定时都会, 看到他们都会做这些行为, 我觉得他们本身已经不会上界, 除非可能病到很严重, 或者有一些很严重的后果, 他们才会去做这些事情, 但其实做这些事情, 可能都已经太迟了。 可能他觉得烦躁, 就譬如我们吃烟那样, 可能会有些人选择吃烟, 就是减压自己的生活压力, 可能会有些人选择大麻, 大家好, 我是陈虎医生, 我负责北区和拿达素物质勿用诊所, 其实事实就一定不是这样, 因为大麻一定会上瘾, 因为大麻和其他毒品一样, 都会影响大脑, 影响中书神经系统, 影响一些老的传递物质 例如多巴胺 这些情况都会引致上瘾 另外如果大麻 在青少年时开始吸食 上瘾的机会率 跟可卡因是一样的 所以大麻上瘾也是很严重的 其实如果你吸食大麻 如果上瘾了 其实是会有以下的症状 对上瘾的人士来说 他们不会因为任何不好的结果 都会追求大麻 而且会越吃越多 就算有些不好的后果 例如家庭碎裂 或者经济问题 他们都会吸食 而且是越吃越多 另外除了这个问题 如果你一旦不吃大麻 就会有一些是戒断的病症 这就分为心理上和心理上的戒断病症 心理上会很渴求要大麻 情绪会很暴躁 可能会失眠 可能会很不自在 严重的可能会有抑鬱 如果身体的病症 可能会有头痛 然后会有好作门 肚痛 可能有严重的可能会有肚瘦 可能会有肚瘦 第一至第二天开始 已经会有这些病症 最高峰期 大概是第四至五天 大概都要到半个月 才会慢慢消失 其实长期吸食大麻 对身体精神 和认知能力 这三方面 都有很严重的影响 先讲精神方面 如果长期吸食大麻 是很容易导致思觉失调的问题 另外也会有发精神分裂 这些严重的精神病 另外如果吸食大麻 长期也会导致动力缺乏综合症 如果有这个问题 人会变得对所有东西都没有兴趣 例如读书 工作甚至乎自我照顾的能力 都会降低 所以是可以很严重的 另外 如果你说认知能力 很多时候 你长期吸食大麻 就会导致记性 专注力 学习能力 或者执行能力 都会有缺损 都会衰退 另外 如果从青少年开始吸食大麻 智力 至成年智力也会下降 起码可能跌六至七个点 最后 如果对身体的影响 主要是反映 如果你长期吸食大麻 可能会导致肺癌 也有关系 慢性滋气管炎 以及心脏病 如果你是青少年 也有很大机会 会有高染癌的情况出现 其实合成大麻 不等同大麻 其实可以说是另一件事 因为合成大麻 是化学合成的毒品 但这件事 会像大麻那样 与大麻素的受体 结合 但问题是 结合的能力 比大麻素高几倍 甚至100倍 所以威力强很多 会令人更容易上瘾 而且对身体 精神和认知能力的影响 会更大 所以很多时候 会导致一些 严重的精神病 以及自杀行为 以及暴力行为 所以我们在外国 有很多案例 都发觉 吸食完合成的大麻之后 会有一些自杀的个案出现 以及很多暴力行为出现 所以合成大麻 比天然的大麻更加危险 如果大麻 我觉得不可以直接 和吸烟喝酒 做一个比较 因为影响不同 例如吃烟最严重 也可能肺癌会死 对吧 例如喝酒 可能会导致肝硬化 肝硬化 也会死 但如果大麻 会导致你 有些严重的精神病 也会导致你的IQ 蠢 令你蠢 另外也会导致你 有自杀倾向 和自杀行为 所以大麻 一样会对我们的精神 和身体 也会造成一些严重的破坏 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说 大麻 没有吸烟喝酒 那么危害 首先我想说 大麻 如果在香港 其实是毒品 大家千万不要认为 它不是毒品 乱使用 如果贩卖大麻 或者用大麻 其实都是属于犯法 至于外国 西方国家 某些西方国家 大麻合法化 其实它背后 是有很复杂的历史 和原因 特别是一些经济 和一些政治的因素 不是绝对是因为 大麻是武害的 而且 就算大麻在西方合法化 是否代表它一定是武害呢 刚才也说了 大麻对精神 身体 和认知能力 都会造成很大的破坏 绝对是有害的 我个人的意见 我绝对是反对 大麻合法化的 因为 刚才也说了 某些西方国家 大麻合法化 背后有很复杂的历史 和原因 但是 大麻绝对是会对身体 认知能力 和精神方面 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个人觉得 绝对是反对 大麻合法化 如果大家对于毒品 有任何问题 除了要寻求 我们医护人员的协助之外 亦可以寻求社工 和解读院社的职员的帮助 原来大家对大麻都有一定的认识 但是我都觉得不足够 不如我们去找一些真实使用过大麻的人 去分享一下他们的经历 和他们的感受 这些死亡 需要 created 按摩 以水 需要 情开 咳